那次我跟Grace去清心滑雪 去了一些… 安靜 我經常去的 在雙巾的溫泉酒店 有一個很長的走廊 出了門樓,酒店房後 去廊址 他拿著滑雪板穿了一套衣服 從走廊的味道走出來 然後走到差不多 我看到走廊盡頭有一個白影 從廊址一直飄出來 然後在面前進入了牆壁 在牆壁面前 而且日光也爆 他很怕走廊址的位置 他就出來了 他就想了很久 結果就快點去到我們 然後馬上就離開 這裡有親身經歷可以分享一下 他住在新界區 因為每次工作很晚回家 他也要拖不同的雙屬的士 夜班那些 因為他下車的位置 他也要再走10分鐘上山 才去到他的家 但每次他下車時 司機都會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 帶你回家 因為這裡又沒有街燈 又有陰森,又恐怖 但他下車位是一個祠堂 他經過祠堂才可以上山回家 話說有一天晚上 他也是晚上回家 但想不到… 他說已經是12時之後 他說為甚麼雜族 為甚麼祠堂竟然在做法事 這麼晚就做法事 他就照下車,付錢後就下車 他說在他一隻腳踏出那一步 一推開門,一抹高頭 他嚇得全身動不了 司機就說,小姐… 小姐,你怎麼了?小姐 然後他才回運 跑回家,一身汗 這麼恐怖 然後他跟家人說 那一刻他看到甚麼 他說他人生第一次 看到沒有面的一個人 就在他避戈前面 而且下車一抬頭就在他面前 沒有面 他說他連喊也喊不到 有頭髮嗎 他全身動不了 就是這樣吧 對 要這麼接近嗎 對 其實我爸爸2013年離世了 他離世後 他最親的兄弟姐妹 有見過他,報夢 甚至我弟弟… 我們只有兩兄弟 我弟弟也有見過他 唯獨是我一直都沒有 他們說其實不代表你們的感情好嗎 只是有些人的八字跟他比較合 可以接近嗎 容易接近 我一直都沒有夢見過他 直至是去年 應該說有一天早上 我臨起床前 我就很記得… 因為他們說報夢的夢 跟平時的夢很不同 是 有甚麼不同 就是因為顏色是比較鮮 有時候夢比較無或黑白的夢 我記得那是好像4K一樣 是 報夢和發夢有不同的 就是你以後都會記得的 是 有時候發夢可能將來已經忘記了 對… 我看到我爸爸 很短的兩秒而已 他很英俊 他離開之前已經受到柴 但這個樣子是他… 我小時候見到我爸爸 很有型的樣子 穿著西裝,把頭疊起來 然後只有一個鏡頭 他就這樣轉過來 然後就說 兒子,把錢過來花好 真的嗎 對 把錢給我花好一點 我那一刻就覺得是時候要燒東西給他 那我就很記得那一刻 我到現在都很記得 我那次去2013年 去探望我爸爸的最後一面 其實他是因為胰臟癌 就離開了 其實到最後的時候 他也挺瘦、挺弱 我爸爸從來都不會跟我說 有關神怪的事 他是一個律師,他很合理的 他臨走之前三天 他就跟我說 兒子,我睡著一覺 起床 看到我的床腳下的那片鏡 旁邊的兩個位置 突然出現了韓智 不知道是甚麼紋 他說我看不到是甚麼紋 然後就看到有兩個 很像牛頭蠻炎的櫃 來 在他的床上 然後不知道說甚麼 他就跟我說了這件魚 我就覺得很… 我爸爸告訴我也是真的 我不知道他是因為 在吃那些醫療療程的藥 但我會偏向相信我爸爸 因為他已經吃了這些藥 已經很多個月了 為甚麼在那個時候… 他有否有宗教信仰 他一向都沒有 但他臨走前 他就叫了一個神父 祈禱他為神父 因為我們全家都是神父 我記得他臨走前那天 我去了拜祖父 和祖父 說祖父 和祖父 你可否保佑我爸爸 即是舒服一點 對,如果他要走… 因為我也知道他要走 如果他要走,可否儘快走 讓他舒服一點 因為他真的很同好 他第二天就離開了 是 我那天見過我爸爸還是沒事的 仍然可以和我玩得到 是 但第二天他就離開了 是 第二天,我很記得 一晨這麼早 我叔叔打電話來 5時多 我們說你爸爸離開了 我那一刻震撼兼且放鬆 他終於舒服地離開 我想立刻開車 到San Francisco的時候 一個車程 臨出去的時候 我的電話有一個訊息 一晨這麼早 我在美國 我問誰流 我便聽 真的很像X-File 那個訊息大約有30秒左右 全部都是一些聲音 很像X-File 但偶爾聽到那個聲音 30秒 那一刻,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這是我爸爸留給我的訊息 我聽不到 是 這個也挺震撼的 那他離開了多久 我想六小時左右 六小時左右 我記得…你知道我們養狗 有一次… 之前那三隻狗都離開了 最後那隻狗叫Nana 也是白龜 我有問過師傅 其實知道牠大概甚麼時候會回魂嗎 大概是這個星期左右 但不知道哪一天 你就放好牠最喜歡的食物 在廚房裡 我就放了七碟 有些是手指餅 有些是…總之有些是薄餅 有些是牠肉 到了中間,第四天 因為之前我們有一隻 是回來了 Grace是嗅到那隻屎納沙的味道 但我嗅不到 而且聽到牠在 我們Mars Bairon的廁所後面掛 就認得這些聲音 我聽不到 但我的親身經歷 就是這隻Nana的狗 到了第四天 我早上起床 去廚房看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些手指餅 我特意回答 如果它動就一定知道 它動了,不僅僅 有一條手指餅 自己離開了碟裡 大約一尺 那你當然說 有否可能是老鼠或蟑螂動 我也是沒可能的 但那一刻我很… 其實我很開心 很肯定 我真的想問開心還是傷心 開心,即是肯定牠… 第一,你先肯定有靈魂的存在 對… 第二,你知道牠其實回來 有回來看一看 即是說牠接下來就會去別的地方 所以那一刻我很記得這一刻 我有一個朋友 跟你這個經歷相似的 但牠是… 簡直是感受到的 牠是一個女生 牠就養了那隻小狗 養了十多年 牠小時候養了 我記得牠說 牠在中學的時候 那隻狗就離開了 那牠很不開心 那牠可以怎樣做呢 因為牠們很流行 就是那女生躺在梳化看電視 那隻狗就會跳上梳化 然後牠的經歷就是 那隻狗離開了 不知道是否在頭七還是之後的事 牠說有一天 牠在看電視看著 睡著了 之後牠感受到那隻狗… 因為那些指甲的聲音 是在地上有些聲音 對… 然後跳上梳化 撥在牠的胸口 感受到嗎 感受到 但牠不敢動 而牠覺得很感動 但這件事是否應該不太久 這件事是最後一段時間 可能是幾分鐘 牠沒有說多久 但牠感覺到牠跳上來 就像牠以前那種感覺 牠很感動 牠就哭了 馬上爆哭了 爆哭了 之後就沒有再回來 牠覺得可能牠去了頭胎 臨頭胎再去找主人 有問過 師傅說回來後 牠們不可以回到太久 Eric 去到這裡,今天要感謝你 但接下來也要靠你 因為你要幫我們一起演 這個恐怖的劇場 沒錯 好,很期待 O.T 適合你了,多買了一個 一個是薯仔、燜雞 一個是鹹蛋,你吃哪個 很棒,這個經常買不到 走吧,那我吃這個 好,別這麼晚了,再見 好,謝謝你 臭小子那麼有心 誰的東西吃這麼香 真棒 好,謝謝你 好,謝謝你 犀利